婚後寫愛情書的意思是怎樣 她幹嘛看我啊 她就問妳的時候 我覺得... 她為什麼看小姐 我不懂 我覺得這是一個階段吧 我覺得感情的路上很多階段 那我本身以前是一個 對婚姻有一點害怕的人 然後我覺得我克服了這些 心理的問題 而且分手後的一輩子 最後一段 所以面對就算已經分離的情侶 我們還是依舊張開雙臂 熱情歡迎每一個 我們曾經付出的前男友 這時候才應該看小姐 真的 如果初戀19歲開始 最後會跑出這樣一本書來的話 在座每一個女生 都可以跑出這樣一本書來啊 而且應該會很厚 更厚 所以佩正妳也是抱著這種心情嗎 張開雙臂迎接每一個前男友嗎 對 而且我會真心的祝福他們 讓他們找到更適合他們的人 那妳最後要抱多少人啊 其實沒幾個 剩兩個吧 沒有 每個人都抱 那官方說法是兩個是不是 內心祝福他們 我是講真的 可是當下妳在痛的時候 妳絕對不可能說出這樣的話 因為妳那個傷還在 妳不可能去接受它 妳一定是好的 妳要開一張照片 讓前男友全部環繞他 站在中間 是啊 誰啊 我連親戚 前男友 對啊 我也是會跟前男友 當好朋友的人 是啊 妳有寫文章紀念他嗎 沒有啊 我不太寫文章的啦 那... 有不准跟他同台嗎 沒有 可以 前男友是演藝圈的嗎 是 對啊 有演過我老公耶 對啊 最近一直要找... 維他命B 怎麼樣 現在想要攔住我們說 出那三個字嗎 他臉應該叫誰吧 你跟蝴蝶這麼熟 什麼東西 蝴蝶的 我不知道啊 什麼東西 他前男友 前男友 我沒有前男友啊 我是在世的 你怎麼會記得這件事啊 蝴蝶 因為那件事的時候 他有來上我們節目 聊過滿多次的啊 哭了嗎 好像有哭 那為什麼我記得蝴蝶 在康熙哭過啊 沒有啦 沒有啦 妳跟他剛分手的時候 就是上節目對不對 沒有 有 那妳為什麼在上節目哭 沒有哭 妳是要我掉出來嗎 我很明確記得妳哭過耶 他好像是從跟他交往的時候 就來上節目 然後上到是分手 上到是分手 我現在很久了 就是六年前了喔 六年前了耶 六年前了耶 六、七年了喔 好久了喔 所以剛才草莓說的 妳失戀後 還要嘗嚴歡笑 就這段時間了 她有經歷我兩段失戀啊 3月23號在新竹 我們會跟大家見面 對 而且4月20號 在那個中和 我們也會看到大家 妳覺得小朋友能夠抱著 歡樂的心去嗎 真的 我剛剛也以為她說 3月23是我跟李沛去出文章 很久以前了 我還想說妳要聊了 我都害怕 那是很古老的事了耶 可是妳現在有跟那個嗎 陸佳儀一樣抱著這種心情 祝福啊 真的 那妳拍照之後 就應該比張開雙倍的姿勢啊 可是這樣就會擋到旁邊的人 妳會擋到其他姐姐的臉 妳會擋到其他姐姐的臉 我沒有 妳看這張照片 她也在中間 那不是我決定的 真的 所以也是妳拍獨照 然後大家Key上去的嗎 沒有... 這是合照吧 不是合照 OK 所以妳現在不能夠說 妳不知道這件事啊 可是真的喔 我們合照的時候 都會有人說誰誰誰 站中間 對不對 對 真的是 有很多因素 譬如說我那張就是Key上去的 因為我那一天剛好不站 那一天他們拍照 沒有通知妳是不是 沒有 因為我剛好那一天 剛好湊開來 要幹嘛 藍色的那位是哪個姐姐 她是月亮姐姐 她是新的 月亮因為比蝴蝶高 就被放到最邊邊去了 是 沒有...不是這個人 我姐姐看起來好像很討厭小孩耶 不會耶 我們都真的喜歡小孩 因為要訂工作啊 我們都很喜歡 那個真的 站中間套 我跟你講高度是一個問題喔 因為那個李佩... 佩甄不讓小禎穿高跟鞋 就跟他出外景都要穿平底鞋 其實我真的沒有... 妳今天也穿平底耶 我今天也穿平底啊 他只要跟我在一起都穿平底 而且他有準備這樣... 我跟你講 我真的沒有不讓他穿 因為他也穿過 你看 我穿平底的 他還是比我高這麼多 那因為觀眾朋友 就一直不斷地罵我說 為什麼我都穿鞋子 高跟鞋進人家家裡面 那我說真的 我也不是不願意脫鞋子 我脫了鞋子 我脫了鞋子 說真的就是變成這樣 你們覺得節目OK嗎 就是我們大小會擦這麼多人 這樣好像妳在... 妳在害小禎很難做的感覺 對 所以他每次到人家家裡 他都準備一雙室內高跟鞋 然後呢 他真的有一次被觀眾投書嗎 所以你真的很沒有禮貌 進到人家家裡 人家都換室內鞋 你為什麼穿人家那個高跟鞋 可是女生打扮好了 怎麼可以叫你們換室內鞋 這樣不就整個造型就不對了嗎 可是因為有些人家裡 萬一那個木頭是很不怕 被高跟鞋跟刮壞的話 但是我特別準備一雙 是膠底的高跟鞋 是到... 就是專門到人家家裡面穿的 我一定會換那一雙 或者可以套副膠袋 在套一雙 沒有啦 沒有造型 妳要把髮髮髮 但是你知道就是很為難 觀眾會注意到 妳穿著高跟鞋 進人家家這種事 對 而且我們還特地 用了一集的那個節目 花了前面十分鐘 來解釋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讚給大家看說 你看這樣拍起來 你們覺得好看嗎 小禎這樣看起來又很大 又很吃虧 對 沒事了對不對 沒事啦 真的 真的 高興嗎 高興 所以我們不可以再提這個 沒有 你怎麼還在演 要想好 你要演什麼 所以小禎那時候 妳有試過穿高跟鞋 跟他站一起 然後就... 有 我們其實主持尾牙的時候 必須還是要 因為鏡頭上可以閉 可是現場就沒辦法 然後我還特地去買這一雙 因為這雙比較矮嘛 對 然後8.5公分而已 然後我就在香港找了這雙鞋 我還跟他講說 為了主持尾牙 我找了比較矮一點點的高跟鞋 他就說好貼心喔 我剛剛在百貨公司 也找了最高的 我找到最高只有樓梯耶 你看這雙穿起來 你看這雙穿起來很高了 最高就是這樣 這很高耶 已經這麼高了 然後他在店8.5 我真的找不到其他 我只能真的找樓梯啦 OK 對 對 所以其實沒辦法 我們高矮真的差太多 台灣一般家庭 是不歡迎人家 穿外出鞋進去的是不是 對 但是我還是曾經 被一個藝人制止了 他說我覺得這樣很奇怪 妳會傷我的地板 會傷地板 可是我已經跟他解釋過 那是膠底的 不會摸地板 因為我去每個人家 都是穿這一雙 可是他還是請了工作人員 來跟我說 可不可以不要穿 所以我那一整集 然後他又很高 然後那一整集 我整個就一直不斷地墊腳 一直在摔女高 我有跟他講 我說我真的好累 我一直點腳在主持節目 很高興模特兒吧 要看是男還是女的 女生... 陳思璇 不是啦 沒有 還沒有到過他家 但是如果到他家 他不讓我穿高跟鞋 說真的 我會一直站在他床上 就一直在那邊跳 看得到我嗎... 那你們那麼要好 你們可以打聽對方的酬勞嗎 我們都互相知道 因為我們同公司啊 對啊 所以你們的酬勞是要一樣嗎 都是一樣的 所以不能有高低 誰做的事比較多 就高一點 低一點 我們做的事也都差不多多 而且我都會跟公司說 一疊省大概是草莓的十倍 對 然後剛才我們不是要賺錢的 我們是要讓小朋友開心的 那這個拿去送啊 來... 很少 很少 請問妳的露營大直到 康悠為此解開咪團 所以我們要去離島 好像澎湖還是金門哪裡 要搭飛機去 然後我們就 大家都到了 然後他們說 你怎麼一直沒上 他就真的睡過頭 他說其實沒接電話 然後真的大直到 然後我們這班飛機他趕不上 結果沒想到 他居然比我們找到那邊 對 我現在在澎湖等他們來這樣 你送他們才來 他都做嘴司才來 他都做嘴司才來 謝謝